我相信大家呢有很多时候都听过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呢都一些车饭都好说的说这个车呢卖价多么多么贵啊卖了之后呢你买在家里面去呢也不会特别的便宜等你将来卖的时候可是这句话呢真的现实吗大家想一想车饭呢也是要挣钱的呀这个车呢的确是新行车2020年是上牌的奥迪的Q5L这个车的话呢全车全部是圆满元器Q5L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已经经过一个中期贷款中期贷款之后的一个外观 和它差不多但就是里面的屏幕变得非常的大哈当然呢伟灯包括它的一个前唇呢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其余呢都是一个样毕竟是一个中期改款嘛咱来看看这一代啊白美的这么一个奥迪Q5一个轮毂一个18英寸一个轮毂那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赔的到底多少钱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啊你买车的时候呢尽量多开两一段时间你别开了个一两年就把它给卖掉啊你不管是购置税保险还是这辆车折损全部都要你担着 但是你开时间长了比方说你开六年以上了六年以上的车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的哈你包括啊卖的非常好的BBA车型毛病呢也会是不少你毕竟开六年了包括这个车各方面呢保养啊像变速箱油啊包括里面的链条啊也是该到了换的一个时候了你这时候把它卖掉呢是很值得可是现在呢大家应该都明白钱呢它不好挣买车的时候呢没有仔细去想啊卖了之后呢赔了很多的钱心里面就烦了 咱们现在呢去来看一看啊2020年时买了这么一个45TM赛的大家想想45TM赛啊252匹1188三代发动机那个车动力呢非常的好比那个190匹的马力呢大的足足是62匹那这个车车卖要赔多少还能不能哭着出去还是笑着出去呢咱们走着敲着车型吧 这个车型咱一眼看上来呢首先啊还是奥迪标准化的一个前脸进气革身啊六脚型的也是一个倒梯型的外加上这么一个大灯这个大灯呢问问值接近五万块上这一个四个大灯呢就是接近二十万啊非常的贵的啊也就是说你把前头和后头只要怼过呢这个车一半的钱呢就已经全部都抛出了像这个车型那它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是因为最后会大家来揭晓的全身呢刚才测了全部都是原版元器兄弟为什么要卖呢大家肯定会这么去问了 卖这个车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车主他本人呢实在还不上贷款了这个车还是个次顶配次顶配的这么一个四个TLSI落地价格也不便宜啊接近四十六七万了很贵的啊这个车二百五十二匹的一个发动机的马力一八八的但你说这代一八八它有烧机油的问题吗它并没有的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啊毛病但是这个车呢你要说小护掌呢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比方说它的SOS系统是经常会爆护掌码的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自己家的奥迪也会怎么样子啊轮功呢是一个19英寸的再来看看这个大灯带着一个透镜啊车长呢四米七六车关是一米八九这个尺度放在头大位里面是属于不小的一个车了这个车对标的是宝马X3的里面的一个高宫二五爱的或者说是奔驰TLC制造价呢是五十二万的那一款的一个车 你因为这个车真的配置呢蛮高的还是这个四驱的夸丑咱们接下来拉开车门来看一看里面内饰呢还是非常的新的啊这个车包括里面一些试本呢都是特别的新就跑一万公里这个车型而像各种的按键啊还有它的门缝啊都是包裹的非常的好的但是还是有些硬啊没有任何的磨损这点呢咱不可否认因为这辆车真的没怎么跑三幅式的一个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呢还是蛮漂亮的 比起奔驰的方向盘要好处很多了看公里数一万一千公里一个车挡霸呢是一个电子的一个机械挡霸而这个车型整个中控台包括它的一个旋扭系统呢和上一代呢是一模一样啊自适应的一个恒温空调屏幕呢稍微小一点点8英寸的一个屏幕轴距呢也是达到2米79了加上版本的轴距要比普遁Q5的长数整整是12公分来啊后排呢独立的一个出风口这个车型你真的说不上它有特别大的一些短板来而这个车的话呢我认为 它座椅实在是稍微有一点点硬了啊尾灯的话呢咱也来看一看这个尾灯和最新款的奥迪Q5L的尾灯哪个好看一点点呢那最后呢就是这样奥迪它一个整体价格了大家感觉现在卖掉它还能值什么样一个价位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这车制造价呢47万啊大家想想47万买上这么一个奥迪Q5车处确实也是头大啊当然这车车给它优惠多少钱优惠的4万块钱43万一个裸车 路级价格呢是在多少呢整整是48万这个车的话呢我们输车价格是35万输的卖了卖一个36万7这么一个位置上老铁明虽然它赔多少钱吧赔了整整是多少14万这么一个价格啊相当于一年赔多少呢赔近近5万块钱老铁明感觉怎么样子呢无论是性价比方面还整个一个外观方面颜值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关键这辆车跑的共同数太少了就跑了1万公里哈这是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孩子买的这么一个车因为这个车它真的啊 各方面呢不论是还上贷款的一个费用每个月要还多少钱近7000块钱一个费用啊还是这个是加油包括这个是保养呢都感觉负担不起于是呢就要把这辆车给卖掉了当然了也算是开一段时间的陪着十几百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些视频呢也欢迎多多留言和探讨啊我是喜欢其实只是欢迎大家